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让观察员们难以置信 这是个什么 天啊 好爱啊 我都不敢说话 漂亮 漂亮 四 三 二 一 看呆了 精彩表演的背后 又经历了什么酸甜苦辣 演出市场越来越少 吸引不住老板和观众的眼睛 去做了外面的促销活动 演了十几天 还不够我吃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说一个人能不能独占舞台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 本期节目 独轮车上的杂技人生 平凡世界 非凡人生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云南卫视 大型励志故事分享栏目 了不起的你 我是主持人黄凡 本节目由乡丹青鲜焦囊 特约播出 节目开始老规矩 先介绍我们的超级观察团的老师 今天是我们史上平均年龄最低的一次 没错 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关键的成员换了 这个人据说大家都很熟 除了我之外都认识 没错 能不能请好勒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这个是我们的好朋友 他叫王卫 是我们之前的嘉宾 他最擅长的是 自行称 好 为什么今天会请到他呢 我们先不告诉大家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做一件 让大家猜不到原因的事情 我们会做一个小游戏 这个游戏是什么样呢 来 我们先请上道具 有请三位男生出列 加油 加油 三人 对 每人手里有一个硬币 这有三个叉子 好 三位选手分别滚动硬币 让这个硬币停留在这个叉子的缝隙里 看谁用的次数少 OK 好吗 三位选手一个一个来 我们先从这边 王卫先来了 不让你们了 好嘞 各位 预备 开始 我们王的计数 这热身 一次 你就不用等他停下来了 这去那你就可以拿回来了 两次 三次 这么难吗 四次 五次 六次 你使点劲行吗 来 第七次 找到一个好方法 到你了 看看 人家做出了巨大心理给你们做出错误的示范 七次 小胖 准备 开始 一次 两次 三次 不行啊 四次 好 这个钱币掉地上算十次 没有 十次 第一次 取消资格了 取消资格了 来 继续 五次 六次 还挺像的啊 啊 差一点 就差一点了 七次 八次 已经输了 没事 九次 十次 十一次 你直接 我继续 而且小胖哥 你那个 过十次 就是一次比一次往前 过十次取消资格 好 第三次 一次 一次成功 我还没说开始 没看清吗 没看清啊 没看清 确实没看清 来了 来了 我有裁判的啊 各位 预备 开始 哎呀 哎呀 百分之很重啊 好嘞 有礼物 你们俩上来都多余 有什么意义 这有劲吗 这游戏 有劲 这太无聊了吧 这也 有劲 好嘞 哎 史无前例的 我们的游戏是有奖品的 真的假的 开场一个简单的小游戏 没想到结局 却出乎大家的意料 运动员出身的王卫 遗憾败北 尝试了七次才成功的 将硬币滚至叉子的缝隙中 而观察员小胖 更是因为失败的次数太多 而惨遭淘汰 好嘞 以一次成功的绝对优势 取得了这个游戏的胜利 而这个游戏的胜利者 也将获得一份 由节目组准备的大奖 究竟是什么样的奖品 让现场的观察员们 满腹疑惑 主持人又会给获胜者好嘞 提出怎样的难题 什么奖品 这个奖品 是一辆车 真的吗 对 我就不太好意思了吧 来来来 我们把奖品拿上来 这是个车呀 这能骑吗 这啥呀 我以为是个自拍赶呢 来请到前面俩给你颁奖 请化颁奖音乐 恭喜 恭喜获奖 独轮车一辆 感言 我做了节目这么多年 我头一次能够拿到这个奖 我特别感谢我的妈咪 我的逮迪 我的耳朵 我的姑娘 我的各位老朋友 谢谢你们 云南TV 云南TV 我必须要感谢云南TV 感谢我们的导演 我谢谢你 我送给你这个奖 我会有什么力道 你应得的 这个奖是颁给你了 但是把它拿走的前提条件是 你得把它骑走 你胡说 骑什么 骑走 咋骑啊 骑个奖杯 但是你放反了 看见了 这个 那边 不是摆给你的 来 大家注意到一个细节 什么 这能动进来 我先介绍第一个悬念 大家看到 为什么要玩这个硬币游戏呢 这个轮子的大小 只有一个硬币 这边是轮子是吗 我骑这么多年车了 我没见过这么小 这是轮子 你给我闹呢 对 不是 这往前一走一列去 你们俩可以帮他一下 看能不能骑上 如果你拿法权 就把他拿回家去 注意安全啊 那个受力面太小 哎呀哎呀哎呦 这容易把自己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你们这俩都研究完了 其实这游戏特别简单 但你们俩故意输的 然后把这坑留给我 你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怎么骑啊这个 对呀 这根本就不像能骑的车子 这 想再试一下吗 这是一个行为艺术的东西 并不能 看我给你试一下吧 你吹不你 对 专业的来试 对 你让专业的试试 专业骑车的 你小心啊 哎呦我真晚上骑你啊 扶着点要不要扶着点 来来来你们俩扶着点 但是我觉得要骑得很快才行 你你骑 哎哎哎哎哎哎 哎 shit 没想到这造型奇特的奖品 竟是一辆独轮车 而这辆让人匪夷所思的独轮车 也难坏了现场的观察员们 郝雷和自行车运动员出身的王伟 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这辆车轮比一元硬币还要小的独轮车 到底该如何使用 它又和我们今天的嘉宾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了不起的你马上为您揭晓 掌声有请本期节目嘉宾登场 好 哇他好兴奋啊 这车也够怪的 哇 这个是我第一次见人 这是个什么车 天哪 这个 双轮车 双轮独轮车 这是两车 这感觉两车拼起来的 你看见没有 我觉得 哇 这就是个独轮车 层上接了一个长轮是吧 对我很震惊 因为它车架是分开的嘛 对 对 对 像二八大卡 哎呦 好 好 下面是个独轮车 这个伸缩 我的天啊 这拳击 什么情况 这太热闹了 一边骑着一边把这拆了 这有点看傻眼啊 这大师兄来了吗 八戒快大师兄来了快去 还要做平衡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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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哇 哎呦 厉害厉害 一个平衡 对 对 开场一段精彩的独轮车表演 瞬间征服了观察员们 不过更令观察员们震惊的是 表演所用的车 竟然可以在骑行的过程中 拆掉前轮 在前轮拆掉后 依然可以隐隐地保持着平衡 甚至嘉宾还可以用嘴盯起前轮 这不得不让我们佩服这位嘉宾的独轮车功力 正当大家为这个表演纷纷称赞时 嘉宾却说 这仅仅只是热身的表演 那么接下来 他又会给我们带来 怎样精彩的表演呢 哎 我感觉他跳起来会比骑着还稳 是 这是个坏卡 这身上干嘛要弄那么高啊 这你要东西呢 还有那样难度是吧 来来来来 跳绳 看到了吗 跳绳 在这个上面跳绳 我太难了吧 吸你的车跳的绳 我这甘拜下风 不着急 我们重新来 坐着点晃啊 坐着点 坐着点 不行抽着脸 那个 在那里 我还在跳 哇 哇 克服了艰难玩具 不错不错 很好了已经 小心啊 骑着独轮车上楼梯 而且还要在空间 如此狭小的平台上 完成跳绳表演 这已经有着很大难度了 但这还不是他最精彩的表演 接下来 难度再一次升级 这位独轮车的表演嘉宾 将会挑战在一米高的平台上 蒙眼跳绳 并蒙眼 骑下一米的高台 难度升级后 他的挑战又能否成功呢 现场又会发生哪些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呢 带上了 哇 先了 先了 能行吗黄老师 慢点慢点 不着急 不是那么点个地儿 得掉下来 好好看 我都不敢说话 哇 够了够了够用了 够了够了够用了 这人还特制纽你看到没有 小心小心 什么意思啊 哇小心位置啊 哎呀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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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漂亮 小心 好好好 他主要 你让你台面在画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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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来吧 接下来又干嘛 接下来 我的天哪吓死我了 我的天哪 这就是挑战极限的精神 在高台上一直不停晃动 十分不稳的情况下 嘉宾依然出色地完成了 蒙眼跳绳和下楼梯的挑战 这五一 让我们对这位 玩独轮车的小伙子 更加钦佩了 你在台上的时候担心吗 以前从来没遇见过 就是舞台这么滑 以前滑的话 我都会期间试舞台 轮胎刹着车 你看现在都能抬动它 那这位对独轮车 有着极高掌控力的小伙子 到底是何人呢 这辆让我们惊讶的独轮车 又是出自何人之手呢 大家好 我叫王岭 来自山东何泽 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小伙 特别喜欢杂技独轮车这项运动 这位有着高超独轮车记忆的小伙子 名叫王岭 来自山东何泽巨野 对独轮车情有独钟的他 经常自制独轮车 那他会为我们讲述 哪些他和独轮车之间的故事呢 王岭 那王位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弟弟吧王位 我们是一家的老王一家 今天多大了 我今年29岁 29 你弟弟 我就说是你弟弟吧 怎么样 那个弟弟我认识 关系户吧 这个弟弟我一定得认识 但是你那车你弟弟能骑 但是你弟弟车你骑不了 我骑不了 我真的骑不了 我感觉他这个车 跟平时我们看到的表演不一样 尤其一开始那车 那是两车接起来的是吧 这个车是变形金刚之车 别看这简单的道具 还设计了好几个月的情况下 因为它有一个环节是 如果正常你设计的话 不会想到那个环节的话 你只能走直线 你要如果往旁边 一找力气的话 它就会歪掉了 是你坐的 这个车都全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那个之前就是 我可以这样说 在包括中国还国外 你见过骑独轮车 前面推个车轮子 但是中间绝对没有横梁 再有的话也是可能是 从我这到晚过去的 我先问一个问题 刚才这组表演 你练了多长时间 这组表演从我现在开始练 之前是手提着就是上楼梯 现在不是都是俩腿夹着吗 练了从现在十六年了吧 十几年了 十六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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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01年才上 我刚才听王卫说了一句说 你弹着这样上去 比骑着要更难是吧 特别难那个动作 对对对 而且它控制得非常的稳 它比它骑着还要稳 是 就我们看着觉得挺简单的 但其实很难 非常难 王岭开场精彩的独轮车表演 让观察员们意犹未尽 尤其是蒙眼跳绳环节 更是让观察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于是一场蒙眼跳绳的比赛 即将拉开序幕 一位独轮车运动达人 一位自行车运动员 还有一位我们的观察员 三人之间的比拼 到底谁会拔得头筹呢 我们请好雷宣布比赛规则 并做现场解说 我来宣布 咱们这个比赛规则 是一个国际性的比赛规则 蒙着眼睛跳 然后在半分钟之内 别太长 半分钟之内看谁跳得最多 好吧 挺好的口令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还有十五秒 十 九 九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原地不动 来看你们都在哪 看你们都在哪 我以为王位要走你知道吗 就奔着后面就去了 我刚才因为你们跳得都太快了 我数不过来 但是讲实话 跳得最快的是谁 王位 是王位 对 因为王位每个都是double的跳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但是跳得最稳的是谁 但是最稳的是弟弟 王里王 但是旁边这个人 我完全就忽视了 我根本没看他 根本就没看他 所以本场比赛我来宣判 到底谁赢呢 根据我们的规则 在又快又稳的前提下 我们今天的冠军是 王岭 恭喜弟弟拿到了冠军 来 恭喜我们哥哥拿到了亚军 一场蒙眼跳绳的比赛 让我们进一步的 见识了王岭的实力 那在节目的一开场 观察员们都束手无策的小轮车 王岭能否成功驾驭呢 今天我们有一个挑战给你 王岭你往那看 那有辆车 是刚才我们一个游戏的奖品 那是啥车 说谁能骑走 谁能骑走呢 奖品就归他 现在暂时包裹他 我已经正式的表态 就算骑走我也不要了 这是个什么东西 因为你哥哥就骑不走 来 请接车 好 好家伙 真会演 你让我骑今天看怎么摔的 来吧 摔可不怪我 我们就喜欢看这个 王岭骑个给他看一下 反正刚才我是摔了啊 我刚才骑了一下我摔了 那又不用护着你啊 先不用 先不用 跟你上车的姿势很熟练啊 对 一定要有点去找这个平衡啊 哇 对 但你看他腿弄得多快 哇 真的能骑啊 太神奇了 这是我从小以来见过最小的车 厉害了 咱见过小车但是能骑的 对 能骑到最小 这个有点有点有点吓人了 这个小车还没这大呢 来 你一块钱掉了 一块钱掉了 今天可以送给你了 我奖品得到了 谢谢 不是 那黄老师 那这奖品归谁啊 是这样的 硬币归你 奖品就归他了 对 人家骑上了 你骑不上啊 也挺好 反正车我也不要了 一块钱等于卖了好吧 这真的真的没想到 真的有人把这车骑起来了 我现在郑重的为大家揭晓 今天节目的又一个悬念 为什么王岭能把这辆车骑起来呢 因为这辆车就是他做的 难怪动作那么熟练的 原来这辆特殊的小独轮车就出自王岭之手 为了研制这辆独一无二的小小独轮车 王岭花费了近一年多的时间 这也是目前为止他制作的独轮车中最小的一辆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王岭开始自己制作独轮车 他又是如何与独轮车结缘的呢 为什么想到自己要做独轮车 自己做独轮车 因为是我和我朋友一块演出 在国内本来演的挺好的 演人体力量 对手节目 集体节目 演的挺好 突然间我朋友说要去国外发展 发展呢 就是说当时我没想出去 就在国内呢 就发现我演出市场越来越少 你单枪匹马啦 演个小丑啊 杂耍啊 吸引不住老板和观众的眼球 就因为这样 我去做了外面的促销活动 那种演出要求低啊 但是有一个低它是要求低的 那演出有钱 不演出没有钱 那下雨了 我之后去了两个多月 下了一个多月的雨 好 我就演了十几天 跟你说还不够我吃的跟你说 不是够吃就是管吃跟你说 不够我花的跟你说 连路费钱就是说基本上挣过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说不行啊 这样我 我再这样下去 我还有一个老爸 还有家里人要照顾 你说我再不振作起来 我还是个男人嘛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想着 我说一个人能不能独占舞台 我说独占舞台 我有什么节目呢 爬竿一个人演不了 草帽一个人就是说演太单调 我说还是想到我的独轮车 我一个人就是说 慢慢的第一辆车就开始设计 从开始设计到成功之后 第一辆车可以说是设计的非常糟糕 设计成功了 样子我想象也做了一个样子出来了 是三九个铁汉的 脚铁汉的 上去我都上都不敢上 还花了好多钱去买了一个那个 专门特别好的一个车座去 去坐上去 35块钱买的一个车座 就卖了5块钱 卖四行车说你愿卖就卖 不愿拉倒 我明白了 这个王李说了挺多啊 大致意识就是说 为生活所迫 必须要求变 让自己一个人在舞台上 靠着骑这个独轮车 或者说骑车 能够统治这个舞台 能够吸引观众 所以要通过自己来坐车 来实现自己对表演节目的这个需求 对 但是呢 车坐上来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骑呢 它不是那么好骑 第一次上不敢上 当然 你驾驭不了 就像我第一次骑那个 没有座位的轮子 骑不了俩腿都磨烂了 还有一次刚开始 就是说 又要骑那高的车子 都骑不了 那小车更别说了 跟你说 之前比这大的轮子 跟上坐上去 就是说就是隔屁股 跟你说 我以前都骑的车座那么大 正好包住屁股 这个跟你说 屁股正好包住他跟你说 十二岁的王领 一次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接触到了独轮车 这一列就是十六年的时间 搭档的离开 让王领的演出机会 越来越少 加上母亲生病 要负担巨额的医药费 家庭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 王领开始尝试 改变自己的表演形式 她开始研究制作 各种各样的独轮车 最终别具一格的独轮车 做出来了 不过要想练好 却并不容易 王领为了能够 在新研制的独轮车上 有更好的表演 每天都坚持练习 为了练习独轮车 受过的伤更是不计其数 功夫不负有心人 王领的演出要约 慢慢的也多了起来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现场 她会为我们展示 哪些她自制的独轮车呢 算过自己制作过多少种车吗 我假如从我手里面出来的车子 有十几辆 但是不下于五六种 五六种 今天有多带几种 给我们现场观赏一下吗 可以 下面就带上一辆我自己特制的车 先给大家大饱眼福吧 先拿一辆上来是吧 对 我听这意思 一会儿还有第二辆 来 我们先请上第一辆车 好 这辆车果然够怪啊 对 三个轮子竖着排 来 先介绍一下 它有名字吗 它就叫三轮车 我估计它叫三轮车 对 三轮车 也太浅显易懂了吧 这个名字也太一般了吧 我给你起一个吧 叫三轮闹海 王蔚对这车有您评价 它这个车其实重在设计 它每一个轮子之间 它都是用它的自行车的胎压去连接的 所以说像齿轮一样 对 每一个都是用胎压去连接 去互相的转 就是说想让底下转 必须得让中间的转 那让中间的转 必须得让上面的转 对 这个转带动中间转 对 然后它来是反向的 然后底下再反向 带动它来着 就是齿车的关系 它在那个凉的位置 看它有一个能调节的 它那个位置调节 就是为了能把这个车轮给挤紧 所以能互相摩擦力 设计非常的专业 特别的专业 你们都聊这个它怎么好 我想知道它怎么上去 对 上去就很难吧 需要人帮忙吗 需要人帮忙吗 我们来看看吧 兄弟这个你自己来 别玩你哥了成吗 今天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可把你当成亲哥哥 哈哈哈哈 所以说我从来 黄的就是你 我今天跟你说说啥也不让你上 就是我说我上 这你看 亲弟弟 来我们看王林怎么上这车 这只能直接上车 它底下那车没有链条 不一样 不是没有那个中间车 哦 先两个笑 这是它标准动作吗 我都学会了 觉得我在这儿演呢 这怎么上啊 哇 天 哇 它故意的 看出来了 你这里也可以这么兴奋吗 哎 掌声在哪里 哎 掌声在哪里 弟弟可以去北影上学了 脸各种表情 好 我很累 但是我还是要翻登高峰 好 好 哦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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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看看底那个轮 掌声在哪里 掌声那轮子之间的那种旋转 看见没有 中间那轮是反方向转的 其实咱们舞台是在看 是在软 是在动的 但是这个完全是由他自己身体在调节 是啊 哎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给他加大难度吧 好不好 你想干嘛 这有一个流星锤 我都把你轻一点啊 轻一点啊 能不能啊 能不能挑战 快去送去 快去送去 能好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 这都是什么人啊 快给他吧 哈哈 人家都累死了 你们说这特别重音啊 哇 哇 可以连起来啊 太厉害了 我看 还看起来像一个棍子的感觉 我可以摆手跟你说 哦 漂亮 好 看 好 看 好 看 来 掌声 漂亮 漂亮 好 看 在能够成功控制三轮车稳定的情况下 还能够分出额外的精力 转起流星锤 表演让大家惊叹连连 除了这辆已经让观察员们 嘖嘖撑起的独轮车 在节目现场 王岭还带来了一辆闪电车 不过这辆车刚一辆下 就引得观察员的连连之一 到底是什么样的车 会被叫做闪电车 现场又会发生哪些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呢 闪电车真的有点像闪电 就这么个闪电车 就这么一个闪电车 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什么地方违背了困世原理 太多地方了 物理原理 脚灯子跟车轮不在一个地 对吧 它是有破开的 不在一个地 重心完全是两下 对 重心就怎么重心 不在一条轴上 车轮在那怎么能把重心 那你侧着骑 它这个还是一个 齿轮的一个概念 但是它得骑 你这怎么骑 畅所欲言 我已经看明媚这个车了 而且它这一截一截 链子都不挨着 对啊 它传 怎么骑 它这有个轴 这有个轴 这样 也别显得我们无知了 直接让王蔚来给我们讲解 他怎么 对 来试一下王蔚的专业吧 给大家讲一下 我知道 因为我特别了解我弟 他那个设计 也就是说这个轮子 到它坐的位置 有这么大的一个位差 对吧 这个位差 你是不可能用任何力量 把它找回来的 对啊 怎么找回来 歪着骑 它只能让它的车 对 往这边歪一下 在这找到一个重心 那人就是歪的呀 所以说这个骑行的难度 就会加大 对 很多倍 它的设计是非常的要 要 要 很着重 要说一下的 它的设计 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 它车轮如果歪的话 受力会非常大 所以这个位置的设计 要加强 加固 对 它的这个设计 跟它整个骑行的方式 我觉得都是一种创新 我太想看了 这里的都是那个 无缝钢管 难怪了 这个钢管 比平时的钢管 要贵好多倍了 造价成本 都会提高 那你怎么上啊 那个借助梯子上去 你还是用梯子吗 对不对 但是呢 今天我能骑行这个车子 大家能 就是说我希望能成功 每次不保证能成功 不是每次都成功 但是如果能超过五秒钟 就是算成功 大家帮我数一 你超过五秒 如果没法骑了 你怎么下来呢 跳下来 闪电车一上场 就引来大家的质疑 而王岭自己 也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今天在现场骑行闪电车 那王岭究竟能否成功完成表演呢 你太可怕了 吓我一跳 还没松手呢 你黑什么黑 想给你 想给你提下谁给什么 联系啊 五四三二一 我这看呆了 你看看他的表情 他也迷糊 非常难 加油 挑战成功 等一下还有亮相 他可以扶着了 看见我这亲笔笔了吗 快快快快 赶紧我这亲笔笔了 赶紧拥抱 赶紧拥抱的 这辆看似违背了科学原理的独轮车 其实对于骑行者 要掌控平衡力的要求极高 今天王岭一次性成功骑行闪电车 更是坚持骑行了16秒的时间 足以证明 王岭对车子的掌控能力和平衡能力都十分厉害 王岭对于独轮车的热爱也清晰可见 不过曾经有一段时间 对独轮车如此痴迷的王岭 竟然想要放弃这项他挚爱的运动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又是什么让他最终选择坚持走下去呢 听说你曾经想放弃这个骑车 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第一次会骑独轮车 开始出去表演了 在团里面表演 发现没有那么多吸引大家的眼球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放弃了 就人家可能团里别的表演都特好看 特吸引眼球 但你那个就没那么帅 对吧 还没有那么帅 第二呢还是说 难怪那个出场各种设计这么多动作 多给点掌声吧 独轮车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太普遍了 我感觉到独轮车没有大家想的 就是说你骑一个轮子就非常厉害 你挑下绳或者那个转下圈 很风光 到骑一下别人就给你鼓掌 不是那样 人家看多了 大街上或者有的那个说都可以看得到 各个打击团都都看得到 其他也没有什么花样嘛 大家就看多了就感觉就是厌倦了 就好像骑自行车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 我说这个独轮车就还是放弃了吧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爸说 再简单的东西 你把它骑好了 就不得了了 他说你现在还不等于会 一说这一个点 我就说 说我就是 意思说我这是 还是初学者 还没有练会 那我就坚持 我说坚持多长时间 他说也不用太多 他说等你头发白了 胡子就是长长了 就说那时候有可能骑好了 你别看 这个话很平凡 但是很有道理 就是你得钻下去 你以为你已经很专业了 你已经很棒了 但其实你可能还只是懂了 他的皮毛 对 所以你要花恨不得一辈子 真的是钻下去 才能体会到他的魅力 活到老 学到老 就是每一个技巧 如果你在是千锤百炼 把这个技巧练回来 有可能又回来下一个技巧 它是连贯性的 不可能就是一步登天的 所以是父亲的这番话 相当于给了你 很大的信心 信心 对 鼓励你继续钻研下去 而不是放弃 曾经因为舞台上的 独轮车表演 没有其他的杂技项目 那么吸引人 一度想要放弃的他 最终 因为父亲的一句话 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从那之后 父亲也经常会通过 写书法的方式 教育开导他 写一想乌丹市 知不知道有谁人 转变 在高空钢丝上骑我的 这种车子 包括不带座的手创 不带座的 就俩轮子跟那个踏板 就一个轮子 一个轮子加一个踏板 对 就是屁股底下 没有座位 对 就是这个是 然后在高空的钢丝上骑 对硬钢丝 有保险措施吗 这个一个轮子 就是这种 是没有保险的 那我要是 就算我是你爸 我可能也要反对你了 就因为是这个事情 就是我爸说 就是每次就是说 你练就练吧 他说 咱们就是说 你练个就是 我是让你千锤百练 但是不是让你玩命 对 他说你这个就是说 措施那么大 演出那个 就是给别人演一场 就是说要搭架子 搭个一星期 十天半个月的 说你再演一场 说咱不是为了 挣多少钱 也用生命去挣钱 他的意思 每次就说我 但是你在表演 那个节目的过程里面 有过比如说 失败或者受伤吗 或者练习的过程里面 就包括我带着保险 安全措施的情况下 还会导致受伤 就是这手上的 这都是受的伤 这伤疤 这个是前些天 就是说 这保险练一顺一间滑落的 这都是 就是各种可能 你意想不到的 对 受伤的 对 像我爸就是说了 你在钢丝上 骑车就骑车吧 说你骑一个没做的 你可以掌控 他说你那个 作为你那个腿部力量 练够了 身体力量练够了 可以 他说 万一你在空中 骑那个链子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对 钢丝断了会怎么办 所以说他也会说 每天我也在担心这个事情 所以说 我在每次演出的时候 或者锻炼的时候 我就想办法就检查这个东西 到底有没有安全措施 我也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今天我就说 我这个鞋子可能以后 骑车的话就要换掉了 就是刚才那个 在那跳的一瞬间 到现在我的脚 还是有点就是说 木麻 就是同步的感觉 站着那些 你应该穿一个 更有减震效果的鞋 对对对对 对吧 就是所以说呢 就是说 刚刚跳那一瞬间 是就是非常非常 就是说 就是不好 不舒服 但是在那一瞬间 你就是像打了鸡血一样 告诉自己 就是说 这次不管怎么样 也要稳稳地站在 这个地上 就是脚也疼 也要大胆地用力气 举起这个车子 对得起自己 就是我爸说的 就是说 你既然你坐这一行 你要对得你这一行 就像我们在地 种地一样 把这个庄家种好 这个农药好 管理好 这一个道理 所以他刚才那些 哇这些 其实更多的是 给自己鼓劲 让自己进入到 那个状态里面 这样才能保持 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 来把这个车骑好 在十米高的高空钢丝上 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情况下 骑行没有车座的独轮车 对于这样的表演 观察员们 会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同样 作为极限运动挑战者的王位 又会给出哪些不同的意见呢 对我觉得王领 作为亲哥哥吧 我给你一点小意见 我觉得这个人 如果要是去挑战 你不断的这种目标 是特别正确的 但是一定要挑战 你特别有把握的 非常有把握的 因为你还要留着你自己的身体 去挑战下一个目标 千万不要去挑战那些 特别没有把握的 我今天其实看你骑那个 那特别高的车跳下来 我觉得就特别危险 特别为你捏把汗 是不是 而且会好一点 我们的舞台还是木质的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的话 比如水泥地 你从那么高跳来 其实是不可攻险很多的 对 过年的时候 那也是一个商业演出 但是他那个舞台演不了 就演过高车 最后一个车就只有在那个地上 他铺了一个厚厚的地毯 我不能保证每次跳到这个地毯 所以说有的时候 一天那演好几场 在那种情况下 跟你说 脚真的是木麻的 所以他跟正常玩极限运动的人 还不一样 他是拿极限运动来表演 但至少我希望 就刚刚几位提醒的 在做任何表演之前 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工作 尽量最大限度地减小 危险和伤害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和可以做到的 我觉得从王岭个人来说 单就骑车具体这个事 大家讲的这个点 就是我们最想说的 就是安全安全安全 刚才你清哥哥也说了 这样的一个追求的过程里面 不是要拿牺牲自己的安全 或者是健康来付出 作为一个代价的 总之就是这条路 你会一直走下去 会一直探索下去 对 是吧 一直到你爸爸说的 到年老的时候 能很欣慰地跟自己说 我这件事我琢磨透了 但是我爸爸希望我 就是做老人的 都是喜欢自己的孩子 就是健健康康 他说的是 我让我一直骑 带坐的那个车子 一直骑到老 没说让我骑歪的鞋子 跟变形的 他没有说让我骑针子 但是他是 看到我这样做了 他也高兴 但是他也是无奈 他也知道我需要 就是说 用这个去生活 你阻止了我 等于就是阻止了 我以后的生活到我 其实这是一句实在话 很多的时候 这种突破也好 或者追求极限也好 是因为生活需要 如果你是平平常常 平平淡淡 你会发现 我们很多东西很艰难 因为时代的竞争 越来越激烈 所以无论是追求梦想也好 或者是生存也好 不断地追求 它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事情 但是安全是一个底线 好吧 谢谢 那么最后 我们希望能够在 更多的场合 无论是网络 或者是镜头里面 看到属于王岭的精彩的 他的骑行的表演 感谢我们的观察员 更感谢今天王岭 来到节目做出 付出这么大努力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感谢电视间观众的 守候和观看 了不起的你 本节目由 相当青天江南 特约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今天来到节目的这位 29岁的山中小伙 带给大家许多惊喜 和震撼的表演 在他的身上 隐藏着肌肤挑战 不言放弃的精神 我们希望 王岭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 带给我们更多 更精彩的表演 因为正是有了这么多 勇于挑战的 了不起的他们 我们的生活 才能如此的 丰富多才